大家好 炒花菜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是先焯水 或者是直接下锅就炒了 其实呢 花菜焯水之后 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逝了 但是直接炒的话又不好吃 而且看起来颜色还不漂亮 还不容易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炒出来的花菜好看又好吃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首先用剪刀把花菜剪成小朵 用剪刀剪花菜 这样碎渣子比较少 煎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到清水当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把食盐化开 接着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抓拌均匀 稍微多抓拌一会儿 由于花菜的结构比较密集 如果直接冲洗的话 不容易冲洗干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新兰花当中的虫卵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浸泡10分钟 我老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面条煮熟 牢处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么给它一拌 拌匀之后再撒上一点白芝麻和葱花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好了 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准备的姜蒜和小葱段 再切一点青红椒 西南花已经泡好了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多给它冲洗几遍 大家看一下用这个方法洗出来的花菜是不是特别的干净 处理好的花菜放到蒸壁上面 锅底水开之后大火蒸两分钟 就不用再焯水了 焯水的话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失了 花菜已经蒸好了给它取出来 起锅烧油下入五花肉煸炒 煸炒出油下入葱姜和干辣椒 炒香后再下入花菜 放入青红椒 稍微再翻炒一下开始调味 加适量的食盐和白糖 生抽和蚝油 接着继续大火翻炒 翻匀炒熟之后再放入葱段 翻炒均匀后出锅装盘 花菜这样做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开胃又下饭 再搭配上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